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我们由加拿大爱民顿 《欣福浸讯会》为你们摄制的短片系列 《Why Edmonton?》 爱民顿不知道多少 我是节目主持人熊仔 今天我很开心 我仍然邀请Fionna 我们的亚省注册社工 Fionna 我想问一下加拿大找工作 是不是真的这么困难? 其实真的是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实也不单止是因为新年来找工作 其实一般呢 很多的在这里住了很多 或者甚至是新毕业的学生 其实找工作呢 也有些一个女生 一个历程 还有就是小撮人 就很快一毕业就找到自己最理想的 这个真的是很少数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低做起 慢慢做累积经验 然后慢慢向着自己的整个职业的方向 或者你自己的职业的方向发展 我知道加拿大的经验很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第一份工 我又如何有经验呢 继续下去吧 是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很多加拿大的副主 他们好看的就是 你有没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当然一定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你没有第一份工 你新来到那你怎样呢 所以我们很鼓励他做义工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国家 很重视义工的文化 他们也很欣赏它 所以当你做义工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 是的 你都有些社会工作经验 虽然有时候你的义工 未必直接是同一个行为 但是对他们来说 都觉得是的 你都很尝试很努力去投入社会 去做义工 所以其实是很有用的 还有在这里我都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为什么找工作这么困难 对新年来 其实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 主要就是 语言上来 因为这里始终都是英语 或者是法语 我们来自香港的 我们很少讲英文 对不对 可能你读书的时候 读很多英语 你英语的书都很流利 你看英语也很不可以 有时我们在讲的方面 你始终都要多联习 才会流场 所以然而是一个很大的状况 第二就是,就像刚才所说,你未有工作经验 很难在你的履历里面说,我做过什么 所以就等他移工 第三就是,你未必有一个人生的网络 因为加拿大很有趣,加拿大没有走后门 但如果你找工作,如果你认识人 那个人就会告诉你,我公司请人,我认识哪个请人 他可以帮你把你的理力提上去,你机会更高 否则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很多我们自己的子女 找工作,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工作 你可能投了很多份理力,但其实都没有理由 但当你发觉,你认识部分的人,他帮你说一声 可能你就会有一个见面的工作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有时新移民来到,人海茫茫 怎么找啊,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料 他们未必很熟悉,哪里有个网页 看什么资料,就可以帮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工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有自己的专业,也是一些注册的工作 但在加拿大,你来到,你所有注册的东西 或者你的专业,你的学历,未必所有都能承认 如果你要进入你自己的专业的时候 那你就一定要去加拿大,就有一个认识的专业 因为他承认了你的学历,承认了你的专业的资格 那你才可以在那个专业里找到那类的工作 那怎么可以做到这个专业呢? 其实,刚才我说的,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政府 你也知道,因为很多新移民,他们的大学制度 他们的注册制度和加拿大是不同的 所以加拿大政府,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资源 去资助一些机构,帮助新移民做学历认证 我在这一集里面,我都在网上提供了一个机构 它叫做Breden,你就上去他们的网站 他们就是很专门,就是帮助新移民做学历认识 如果在这边找工呢 其实写历历和我们在香港那边写历历有没有分别的呢? 有没有什么是他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我不太知道和香港有什么分别 但是这里的历历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你去找一份普通的工工,工厂的工 你都需要一份历历 而且这里很有趣的,历历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所以如果你去到一些机构 在刚才我提过,一些网址找工的机构 如果在新移民服务机构里面 因为他们有一些就职的服务 其中很多时候就教你怎么去写好你的历历 所以历历历历的就是 你如何将你自己的特长的记忆 即是有关的经验去达出来 等到你的老板或公司看到你的时候 就会觉得,咦,是的 都是适合的 Fiona,其实有没有一些网页 可以提供一些职业培训的资料 或者就业机会的呢? 其实有的 在这里,这些网站 你们可以去看看 找工资料 另外就是一些培训的机会 我特别想提到,有一个服务 它简称FAST FAST 它是来自BC省的 虽然没有的 因为它是网上的 所以任何人都会参加的 这个服务有什么特别好处呢? 它主要是为了很多 你有专业技能 譬如我们说的TRACE 什么是TRACE 譬如是水喉 整水喉 电工 又或者是做一些木杖 是类似的专业 它就有一些培训的过程 就帮助一些新移民 如果有这些专业的技能 就可以容易找到那类的工作 除了这个TRACE 要做这些技术技能之外 它也有一些专业的工作 特别有些是关于IT的 还有有些Data的 就是数据的 它也是有这样的培训的工作 还有它们有一个就是 叫做生化技术 如果你是那方面的专才 我觉得这个服务 就很帮助了大家 而且又是免费的这个培训服务 那你就可以希望 透过这个奖励的培训服务 就可以帮你带入他们的行业 而且刚才我们说到 在加拿大的找工作 其实真的不容易 不过如果你不带入 其实我们大家都说过 我们很多时候是从低做起的 如果你找到最低收入的工作 现在亚省是15元一个钟 如果你不是从低做起 当是拿工作经验 便升到加拿大 其实是有的 真的容易找到的 不是真的那么容易的 但你呢 很有趣 你找到工作 是不是 你找到工作 你就要记得要留 懂得如何 仍然留在工作里面 因为我们有很多经验 虽然是找到工作 但他们的私用期 过不了 有原因 因为加拿大你要明白 加拿大工作的一些工作的文化 和他们的避免 我说一个亲身的例子 给你们听 我先生以前在香港 是做工人 当然 来到当然找不到 很幸好 我们隔离屋 有个西人 他在工厂里面 他是做一些技师的 他介绍了他进工厂做工人 其实我们当时都很开心 因为有一个工 还有当时不是最低工资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6元 有8元 哇 已经很好了 是吧 但谁知道 还不够一个月 就被人炒了 炒了 不是他做得不好 不是他不认真 不是迟到 他什么都做了 原来 我们最后找到 原来他们要他加班 他有几次 就不可以加班 原因就是 他就说 其实他现在有其他东西 做不到 但是当时 他又没有跟别人解释 我这几天不行 不过以后不能 而且 当他们要炒他的时候 他是不会解释给你 他不会跟你说 因为你不加班 他即时照炒就炒了 原因就是 你不做而已 有很多人做 所以你要明白 在加拿大 你一个机构 一个机构做事 或一间公司做事 你要尊重他的办法 另一个常见的例子 想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 如果你去那份工 有些工是工会的 那我们去加拿大 做事就很好 一定会做四个小时 就一定有十五分钟休息 你不要想着 我要劲力一点 我就博表现 我就不休息 那这里他们是不喜欢的 因为觉得你是不合作 你不上规矩 所以你休息的时间 你要休息 你就不要休息 你就不要休息在那里做 在加拿大 找工作是困难的 但大家都不需要去游 因为找工作 大家都一样 其实有时候 要看人生的制限 也要看问题 但你努力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大家只要努力不懈 不介意 很多时候 从低做起 慢慢地做工作经验 如果有需要去培训 就去培训 就去培训 可以努力去改善自己 加拿大做最好的地方 原来 英文的培训 又是免费的给新营 他的英文培训 的服务是非常免费的 我举例 我认识很多老人家 他们那时候一定 ABC都不认识 有些可能只认识ABC 但他读了几年 在这里免费的英语的时候 他绝对可以和我们做一些 很简单的英语对话 我从前见到他们的进步 我都觉得很免费 但我觉得真的好 一个老人家 既然在这几年的时间 就已经可以 学习了这么多英语 做简单的对话 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会 另外还有一个想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工作 而去界定自己的价值 因为很多时候 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 其实你做什么职业 都是不昏贵的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他的职业是这样的 但他的学力可以很高的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在这里 一个可以开心的生活 我觉得这里 都是每个我们 很常有的一个价值 好多谢你 Fianna的这么宝贵的经验 和宝贵的资料 如果你们仍然有问题 你可以来到我们 Facebook的网页 留下你的口信 留下你的资料 我们会有专人联络你 如果这节目帮到你 你又喜欢的 记住给个like我 拜拜